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不再追求年少轻狂的梦? 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的渴望、愿景,以及对更好自我的追求,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逐渐消失? 许多人认为,一旦进入中年,做梦的时间就结束了,取而代之的是责任、事业的稳定,或是接受某些梦想永远无法实现的现实。 但这真的是事实吗? 一些心理学研究指出,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们对个人成长的渴望会发生变化。 艾瑞克·艾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,指出,自我实现的动力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达到顶峰, 但随着人们进入中年,这种动力会减弱,重心更多放在家庭、事业和遗产上。 中年危机理论,同样表明,40到50岁之间的人们可能会反思那些未实现的目标, 面临抉择,要么重新点燃激情,要么完全放弃。 而罗拉·塔斯坦森的《社会情感选择理论》则提出,随着年龄的增长, 人们会更关注情感上的满足和有意义的联系,而不是对未来的追求。 这些理论结合起来似乎表明,中年标志着个人梦想的终结。 然而,许多勇敢追梦的故事推翻了这种假设。 历史上有许多人在中年之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, 证明梦想可以在任何年龄段绽放。 像哈兰,山德是上校,62岁时将肯德基变成全球品牌。 雷·克洛克在52岁时将麦当劳打造成素食帝国。 王威威在40岁时进入时尚界,成为婚纱设计的代名词。 朱利亚·柴尔德直到50岁才以厨师身份走红。 波尼·莫里森则在62岁时获得诺贝尔为学奖。 还有摩西奶奶,她78岁才开始认真绘画, 并成为国际知名的民间艺术家。 山盟·杰克森则在46岁时才凭借电影《黑色追击令》迎来事业突破。 这些人物证明了成功,以及支撑成功的梦想, 可以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实现, 往往打破社会的常规和预期。 梦想,像时间一样,没有固定的截止日期。 无论是在青春年少,还是在步入晚年之时, 人类对愿景、创造和成长的努力是无穷无尽的。 上述例子证明了年龄并不是做梦的障碍, 而仅仅是故事的另一章节。 记得,年长并非只带来华法和皱纹, 岁月更继续了让梦成真的资历, 资深的我们拥有追求梦想的非凡能力。 在任何时刻,只要我们开始做梦, 就会发现,年轻的那还依然存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